很开心 因为毕竟是隔了八年了 我小孩我的长子已经是七岁 今天primary one 之前没有想过说要赶紧追第二个 即使是很多人追旁人啊朋友啦 亲戚朋友说要就大概追一个 那么不知道是去年还是两年前吧 好像新船没有很多很多 你一人都在怀孕都在陪病生孩子 每个人就问你什么时候到你啊 你的小孩也不小了 应该注意多一个 那时候就感觉到说 什么干嘛旁边的人都叫我生 人家生我就要生吗 那时候也没有想说 自己要plan多一个 就是我们这一次是plan去旅行 去日本旅行 然后去之前心想说 如果能在这次旅行plan一个的话 有的话当然是好消息也无妨这样子 但是没有给自己任何压力 所以有的话是上天赐给的一份礼物 没有的话呢无所谓 这样抱着这样的心态 那现在有了也算是很开心的一个一份礼物吧 有点点 感谢观看